都是讨论这些问题 进一步调查后 警方了解到了更多的信息 这些人的年龄段在20岁到25岁之间 涉案的手机色情站点有100余个 这让中安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可以说每过一个星期情况会走 都会有新的人员出现 这个频率会增加幅度有多少 最终从开始都发现的是23个人 到第二个星期就将近30个人 到第三个星期 我们发现它已经超过30几个人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 409州案组完成了 对多个淫秽网站的原程取证 对其中的17名重点嫌疑人的 5处上网场所进行了实力勘查 若案组觉得收网时机成熟了 从你们自身而言 在对这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 难点和阻力在 难点和难点的技术层面上的 就是说要确定范围 因为它这个后来看了下来就是这个 就是嫌疑人的本地 它大量的服务器在外地 或者主要在北京 那么这个第二个难点就是这个取证的问题 最后的难点就是抓捕的问题 由于案件涉及精华六个县市区 共37名县员 他们彼此之间又互相熟悉 抓捕时一旦方法不大 则很容易打草惊涉 经过部署 409专案总决定 于5月14日上午9点整 在北京 台州 金华3D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409专案抓捕行动 一直延续到5月22日 共刑事拘留人员40名 扣押涉案服务器 硬盘及电脑 共106块 银行卡31张 涉及金额超过百万元 经过审讯 一条缜密的利用 手机WAP网面 接盈会网站的 利益链条浮出水面 犯罪嫌疑人 施凯元和郑芳华 就是手机盈会网站的站长 别人是怎么跟你介绍 进入这个全部的 他们钱好赚 怎么跟你讲的 说 这种网站钱好赚 来钱快 什么网站来钱快 就这种色情网站 感觉他们好像很轻松 反正想想 有些负担嘛 就是带着坐一下 也不想说有多少收入 或者是怎么样 随便反正就当书业一样 这样先坐着玩 就这样先坐下 其实在金华警方 侦破409案的同时 北京的中科院博士李强 也在关注并调查着 手机盈会网站的情况